几天呢做错事情了 然后被老公骂了 然后骂完了以后呢 我看着他 我对他说老公 你能不能在我还犯错误的时候 还爱我 老公说我没有不爱你呀 他愣住了 然后我说 那你能不能 那个就是我在 在我犯错误的时候呢 不要这么大声的骂我 然后呢你可以稍微的温柔一点 这样子呢 我就不会不知所措 你可以呢 就是深思一点告诉我 我错在哪里了 或者你说一下呢 实际上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错了 但是你要是高深的骂我的时候 我的心就很慌 我也会不知所措的 然后老公笑起来 说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这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 夫妻之间经常会有的这样的 现象 那么我们有时候呢 那就是不会表达自己的爱 要大声的骂来表达自己的爱 那么对方呢 在你发生骂的时候呢 他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你是爱他的一种表现 他觉得是责备 是那种挑剔等等 是这样的 那么他就会不知所措 你会正确表达爱吗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